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月光光 星亮亮 天空一天灿烂 天父 天父 爱我 引领我 天父 天父 爱我 爱情 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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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大沙 你看 一副 我看見好多好多 好亮好亮的星星喔 王真是艾鳴啊 竟然大百岩石七天七夜 讓我們可以大食大喝 主王公的酒就是不一樣啊 又香又醇 呀哈水王家的 願我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你們開心的吃開心的喝吧 謝王龍恩 來來來 乾杯乾杯 不醉不歸啊 乾杯啊乾杯 哇 從來沒看過這麼大的葡萄啊 對啊對啊 真大啊 真好吃 真好吃 來來來來 這裡有雞還有羊啊 我真的沒有 加油 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你吃慢點啊 來來來來 讓我們喝個痛快 好 乾杯 乾杯 好吃 好吃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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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cut 安靜 安靜 檜 娜 II 艙 等一下也要來王的宴席喔 哇 好想看看他的樣子喔 而且你知道啊 他的後冠是純金打造 上面海峽有埃及的紅寶石 還有一顆是克蘭龍大鑽石耶 真的好羨慕喔 好想趕快看到他喔 大家都在等王后瓦石提帶著後冠來到王宮 因為每個人都好想好想看 王后瓦石提長得有多麼的美麗 可是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王后瓦石提沒有來 原來王后瓦石提說 你們看看我在我的後宮一樣有宴席 我沒有空去 王大喊我不要去 王聽見了好生氣好生氣 王說你竟然不聽我的命令 來人啊 將王后瓦石提的後冠摘下來 我要另立王后 瓦石提知道了這個消息 他摸摸他頭上 後冠沒有了 他又傷心又難過 我又後悔 王下令要到全國各地找美麗的女子 來代替王后瓦石提 有一些女子就說好開心好開心 終於我可以當王后了 有一些女子說 我不想離開爸爸媽媽 我不想離開我的家 他們就躲在家裡 這一天 哈大沙走在路上 蛤 看看士兵來了 他要趕快躲起來 躲在哪裡呢 前面有個大水缸 哈大沙就 噗通 掉到水缸 躲起來 他不敢呼吸 不敢講話 因為不敢被發現 哈大沙最後還是被帶到王宮了 莫迪改好想念好想念哈大沙 他每天每天都走到城口 他想要去打聽哈大沙的消息 看看他在王宮過得好不好 看看他在王宮過得好不好 莫迪改禱告 每一個人都要喜歡他 每一個人都要喜歡他 他又在王面前 蒙恩寵 我應該 那天每天都走到城門口 跟我們一起祷告 主啊 求你保守 一絲鐵 求你幫助一絲鐵 讓他在王宮裡面 一切都要很好 很好 很好 哇 選王后的日子終於到了 每一個女子都拿出最漂亮最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 為的是要想要亞哈斯路王看見她 可以選上她 我們來看看這些美麗的女子 哇 有一個人叫木蘭花 還會轉盤子 一直轉一直轉 超級厲害 我們來看看 還有人叫Ana 有人叫Elsa 有的人頭髮是綠色的 有人頭髮是金色的 哇 每一個真的都長得很漂亮 哇 王來了 王來了 哇 每一個人都趕快把衣服弄一弄 把眉毛弄一弄 頭髮弄一弄 突然聽見 Am I beautiful Am I beautiful 哎呦喂呀 原來是這個Elsa 想要讓王聽見她的歌聲 讓王能夠到她的面前 可是王沒有 王看見旁邊有一個好安靜 很好安靜的女子 王就走啊 走 走到她的面前說 你叫什麼名字 王 我叫以斯田 太美了 太美了 這就是我心中想要的女子 從今以後 你就是王后以斯田 這一天 莫迪改來到了城門口 她好想念以斯田 她想要打聽以斯田的消息 自從斯田當上王后 不知道她在王宮過得好不好 這個時候 突然前面來了一個人 眼睛細細的 鼻子尖尖的 鬍子翹翹的 莫迪改一看 原來是王身邊的紅人 哈曼 莫迪改將身體站直 眼睛看著哈曼 哈曼也看著莫迪改 哈曼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竟敢對我不貴不敗 每個人看見我都要趴下 莫迪改站著 我是尤大人 我叫莫迪改 我只跪拜我的神 哼 可惡的尤大人 莫迪改 你不跪拜我 我要你好看 我要讓你在這世界上消失 哈曼非常生氣 他要想一個辦法來對付莫迪改 於是他到了宮裡 他跟王說 祈禀王有一種民族 散居在全國各地 他們有自己的法律 不聽王的命令 你說東他就往西 你說南他就往北 你知道嗎 這種人留下來太麻煩了 王請你下誉子 將他們所有的族人殺青光啊 哈 竟然有這樣的人 王說既然不聽我的命令 有自己的律法 這樣的人 就把他們殺了吧 這個戒指 你拿去 愛怎麼做 就去做吧 哈曼拿著戒指 太開心了 他心裡想 莫迪改 莫迪改 你的死期不遠了 於是 哈曼治籤 將籤放在桶裡 搖啊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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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籤抽出來 十二月十三日 就是你莫迪改 死的那一天 莫迪改 聽見 王下誉子 要殺光所有的尤大人 他心裡面又憤怒 又難過 他將自己的衣服撕開 踢上馬衣 走到城門口 他在城門口裡面 大哭 一直哭 一直哭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以斯帖 聽見這件事 他派人去找莫迪改 莫迪改要以斯帖去找王 想想辦法救救整個尤大民族啊 可是 王已經三十天沒有召見以斯帖 如果以斯帖自己去見王的話 一定會被處死的 莫迪改告訴以斯帖 你當上王后 不就是為了獻金這個機會嗎 可是 王已經沒有見我三十天 我應該怎麼辦呢 以斯帖心裡又難過 又緊張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可是這個時候 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跟莫迪改說 你去招聚所有的尤大人 為我禁食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然後為力去見王 我若死就死吧 我們同心聚集你面前 今世禱告 求你赦免這地圖 這人民一切的罪孽 你聽見了嗎 我們同哭不求 你看見了嗎 我披把握秃的心走 光亮的大地 流星的白星 漫漠苍蝎啊 主啊你在哪里 愿你永恒生一次来 已迷失怜悯的主 你必沉浸 我们不求 你必听天 我们不停 主啊 求你定西沙路 主啊 求你占住在海 你已拯救 你已深情 现在就亮 领导生命 你 主啊 求你救救我爸爸 主啊 求你可怜我爸爸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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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structure 三天过后 以思跳要去建王了 他心里好紧张好害怕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他的脚步好沉重好沉重 他心里想我这次去见王 是生是死 他走到了王宫门口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王看见以斯帖 伸出了金杖说 以斯帖 你要什么 你求什么 就是裹的一半 我都赐给你啊 王 我请求你 今天带着哈曼 来参加我预备的宴席吧 哈曼参加完以斯帖的宴席 非常得意 非常骄傲地回到家 看着他的老婆 希丽丝说 你知道吗 王宫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只有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可以去参加 以斯帖的宴席哦 虽然我这么的威风 厉害 可是有一个人 不把我放在眼里 就是那个犹大人 莫迪改 对我不贵不败 希丽丝听了说 老公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现在是王身边的红人 以斯帖 有这么看中你 莫迪改吗 我们就做一个五丈高的木架 把它挂起来咯 到了晚上 王想睡觉 怎么睡都睡不着 翻过来也睡不着 翻过去也睡不着 躺下去也睡不着 坐起来 他也睡不着 怎么办呢 好吧 那来数羊妹妹吧 我们一起来数 预备 来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一千只羊 一万只羊 哎 王还是睡不着 嗯 拿历史书来看吧 把历史书拿起来 哦 原来曾经有两个人 要将王杀掉 是莫迪改救了王耶 王就在想 我有没有赏赐过给他呢 嗯 我一定要好好的 大大的来赏赐给他 那这件事 就交给哈曼去办吧 是什么事呢 王所喜悦又尊荣的人就是这样带他啦 王所喜悦又尊荣的人就是这样带他 王所喜悦又尊荣的人就是这样带他啦 王所喜悦又尊荣的人就是这样带他啦 王所喜悦又尊榮的人 就是这样待他啦 王所喜悦又尊榮的人 就是这样待他 王所喜悦又尊榮的人 就是这样待他啦 王所喜悦又尊榮的人 就是这样待他 以斯铁预备了第二次的宴席 一样请王带着哈曼来参加 王好爱好爱以斯铁 看着以斯铁说 以斯铁你要什么 你求什么 就是我活的一半 我都赐给你啊 王 为你将我的幸运赐给我 为你将我的本族赐给我 因为我和我的本族 就要被这个恶人哈曼杀戮灭绝了 王听见好生气 蛤 竟然是哈曼 岂有此理 莱恩娜将哈曼抓起来 挂在木架上 王并将哈曼手上的戒指拔下来 转赐给莫迪盖 封莫迪盖为宰相 并下预知 犹大人可以起来保护自己 太开心了 我们看见莫迪盖穿着尊贵的巢服 带着金冠脸 成为宰相 所有的人民都大胜的欢呼 我们也一起来欢呼 莫迪盖宣布 今天是我们犹大人脱离仇敌 得平安的日子 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个 反败为胜的大日子 称为浦尔日 月光光 西凉凉 天空一片灿烂 天空一片灿烂 月光光 天空一片灿烂 東西凉凉 天空一片灿烂 天空一片灿烂 天父秋爱我 引领我 天天在我往前 伊斯帖 你看 衣服 我看见好多好多 好亮好亮的星星啊 弟兄姊妹平安 恩尽妹平安 怪本是不是超好看的 怪本是不是超好看的 真的怪本会把我们带进到故事里 真的怪本会把我们带进故事里面 然后又会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一起都勾画出来 将我们的生命都一起勾画出来 弟兄姊妹普尔节快乐 姐妹普尔节快乐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普尔节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普尔节 我们从刚刚的故事当中 我们从刚刚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见犹大有一个大灾难 我们看到犹大有一个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是一个已经亡了过的民族 这个大灾难是一个已经亡了过的民族 他们即将遭到杀戮 他们即将遭到杀戮 他们在等死 他们等死 权贵跟他们作对 权贵跟他们作对 然后王又下狱子要杀他们 王又下狱子要杀他们 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神厌恶我们 代表神厌恶我们 因为在若干年前我们的国家被灭 不就是因为神讨厌我们吗 因为若干年前我们国家被灭 就是因为神讨厌我们 这三重的压制 这三重的压制 让犹大人都知道大灾难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惨的不能再惨的情况 就是一个这样惨的不能再惨的境况 有救吗 有得救吗 然后拜的不能再败的战局 拜的不能再败的战局 所有的战力悬殊很大 所有的战力悬殊很大 这样能够得胜吗 能够得胜吗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要的信息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要的信息 当我们刚刚看到绘本当中 一个一个犹大小人跪着在那里 祷告的时候 然后娟娟牧师在那里 带着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很深刻的知道说 是的我们也要如此 我们过了那么多年的普洱节 没有像今年这么深刻的感受到灾难的来到 我们过了那么多年的普洱节 没有一年好像今年感受到灾难的来到 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适合我们 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适合我们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自卑可慕逆转圣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 自卑可慕逆转圣 我们看到以诗帖的信息 我们看到以诗帖的信息 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禁食祷告 我们很容易就觉得禁食祷告 是的禁食祷告是重点 是的禁食祷告是重点 禁食祷告是重点 祷告是重点 但是怎么样可以真实进入到那个祷告里面 但是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到那个祷告里面 今天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自卑可慕 今天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自卑学慕 我们要自卑可慕才可以进入到祷告里面 我们要自卑学慕才可以进入到祷告里面 我们一起来读以诗帖记的四章十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以诗帖记的四章十到十七节 我们用广东话来读 我们用广东话一起来读 以诗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没底改说 王的一切神仆和过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蒙照善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像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梦照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诗帖者话告诉没底改 没底改托人回复以诗帖说 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者和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梦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战灭亡 厌至你得了皇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以诗帖就吩咐人回报没底改说 你当去招聚出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为我禁食三宗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为例尽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没底改照以诗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第一段是向神自卑 第一段是向神自卑 放下恐惧 第一个小点要放下恐惧 第一小点要放下恐惧 我们刚刚这段经文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刚刚这段经文是怎么来的呢 这段经文就是没底改他撕裂了他的衣服 这段经文就是没底改他撕裂他的衣服 所有犹大百姓都在那里痛哭哀嚎 身披麻衣 所有犹大人都在那里痛哭哀嚎 身披麻衣 因为那个杀戮的日子即将就要来到 因为杀戮的日子即将来到了 我们在那里想只有一个拯救的方法 我们在那里想只有一个拯救的方法 就是我的女儿在宫中 就是我的女儿在宫中 这是唯一的关系 这是唯一的关系 如果他肯去见王 如果他肯去见王 他替我们求情 他替我们求情 还可以有救 所以他就告诉以诗帖 所以他就跟以诗帖说 你要去见王 你要去见王 当以诗帖一收到自己的义父这样说的时候 当以诗帖收到自己的义父这样说的时候 以诗帖立刻就告诉这个莫底盖 以诗帖立刻跟莫底盖说 他要哈塔格去吩咐莫底盖 他要哈塔格去吩咐莫底盖 他说王的一切诚谱和各省的百姓 都知道有一个定律 他说王的一切神仆和国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大家都知道 义父你没道理不知道 这个定律大家都知道 义父你没理由不知道 就是如果王不来重召我 如果王不要重召我 我自己随便进去 我自己随便进去 那么无论男的或女的都一定是死 无论男的或女的都要死的 还有亚哈塔格王的个性我们都知道 还有亚哈塔格王的个性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都这样死了 很多人都这样死了 除非他向那个人伸出金杖 除非他向那个人伸出金杖 否则是不可能存活的 否则是不可能存活的 更何况王已经没有呼召我已经三十天 我没有见到王已经三十天了 那何况王不要呼召我进去见他已经三十天了 这是以斯帖很立刻的属人的反应 这个以斯帖人立刻属人的反应 恐惧恐惧 怕失败 怕失败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大件事 然后王又没有呼召我 王又不要呼召我 我想一想 现在哈曼正式当红炸子鸡 现在哈曼正式当红炸子鸡 对不对 在王面前的大红人 在王面前的大红人 那我呢 我已经被冷落了 我已经失宠了 我呢 我已经冷落了 我已经失宠了 三十天没有见过王了 三十天没有见过王了 这时候我去见 这个时候我去见 不可能成功的 不可能成功的 而且到时候他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而且他到时问我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原来我是犹大人 原来我是犹大人 那我不是也一起死了吗 那我们一起死 这就是恐惧 这个就是恐惧 就是属人的反应 就是属人的反应 当我们恐惧 我们一想到属人的反应 我们力量就微小 当我们恐惧 我们属人的反应 我们力量就微小 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 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所以我们要放下属人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放下属人的反应 我们才能够降服神 我们才能够降服神 我们没有放下恐惧 我们没有放下恐惧 我们就只能降服恐惧 我们就只能够降服恐惧 降服恐惧就困难重重 降服恐惧就困难重重 唯有降服神才有盼望 唯有降服于神才有盼望 第二个小点B就是降服神子 第二个小点B就是降服神子 莫迪戏 他听到这个他就觉得太过分了 所以他就托人回复以色帖 我第一个听了之后就觉得太过分了 他就托人回复以色帖 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 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 就是以色帖啊 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就是以色帖啊 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你不要以为你比其他的犹大人更安全 你不要以为你比其他犹大人更安全 你觉得你跪为皇后 你在皇宫里可以远避这个灾祸 你觉得你跪为皇后 在皇宫里可以远避这个灾祸 反正离我还很远 我就在这里看着吧 反正你离我还很远 我就要看着 你不要只顾自己的性命 你不要只顾自己的性命 你也不要只顾我 你不要只把衣服拿给我穿 你也不要只顾我 我只是拿衣服拿给我穿 所有的族人都是你的族人 所有的族人都是你的族人 你要起来啊 你要起来啊 十四节他就说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十四节他就说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有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 有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因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因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 弟兄姊妹 降服于恐惧看见困难 降服于恐惧看见困难 降服于神就看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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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给位分神给恩宠 神给慰分神给恩宠 现在就是以斯帖的机会了 现在就是以斯帖的机会了 莫迪盖告诉以斯帖说 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了 我第一个跟以斯帖说 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了 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多大的困难 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常常想的就是 我自己自身的需要 我们常常想的就是我自身的需要 我自己需要口罩 我的家庭需要口罩 我自己需要口罩 我的家庭需要口罩 我们需要安全 我需要安全 可是我们没想到 我们是神的教会 我们今天就是得了这个位分 但是没想到 我们是神的教会 我们今天就得了这个位分 今天就是我们起来的时候 就是今天我们起来的时候 这是大好的机会 这是大好的机会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神必要随听 阿们 第二段 第二段 决心信心 决心信心 决心信心就是向神的一个渴慕 决心信心就是向神的一个渴慕 就是我只要神 就是我只要神 我不被别的东西来影响 我不被其他东西来影响 好多纷纷扰扰的消息 好多纷纷扰扰的信息 可是我有决心跟信心 但是我有决心跟信心 十六节上半段就说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游大人 十六节上半段就说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游大人 这是以斯帖告诉莫迪改的 这是以斯帖和末底哥说的 他说为我进食三就三夜不吃不喝 他说为我禁食三就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 我和我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你知道吃跟喝对人有多么重要 你知道吃喝对人多么重要 你看像现在有问题的时候 所有这个supermarket抢光的东西都是食物 你知道现在有问题的时候 所有的supermarket抢光的都是食物 你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卖衣服的 衣服有没有被抢光 你有没有看过去买衣服的衣服被抢光 衣服店 那个服装店没有人去抢衣服 那些时装店没有人去抢衣服 因为那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那些不是我们最重要的 可是食物是人最重要的 但是食物是人最重要的 可是以斯帖说 你跟犹大人你们都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我跟我的宫女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我们就是用行动跟神表示说 神啊你比食物更重要 我们就是用行动跟神说 神啊你比食物更重要 在现在这样的艰难当中 我不是依靠食物 我乃是依靠你 在现在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不是依靠食物 乃是依靠你 我不是紧紧抓住食物 乃是要紧紧抓住你 我不是紧紧抓住食物 而是紧紧抓住你 然后他就说死就死吧 然后他就说死就死吧 当这样之后我为例去见王 当这样之后我为例去见王 我去见王 我去见王 我去告诉他 我告诉他 你要把我的主人还给我 你要把我的族人还给我 你要把我的性命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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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恶人哈曼要害死我们 就是那个恶人哈曼要害死我们 我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够成功 死就死吧 死就死吧 神啊我把我自己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 神啊我把我自己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 我去做我命定当中该做的 我去做我命定当中应该做的 你叫做 尤大人莫迪盖 你叫做尤大人莫迪盖 你的命定就是尤大人 你的命定就是尤大人 我叫做王后以思天 我叫做王后以思天 神你给我的命定就是王后的命定 神你给我的命定就是王后的命定 就是一个靠近王的命定 就是一个靠近王的命定 就是一个拯救尤大民族的命定 就是一个拯救尤大民族的命定 弟兄姊妹当我们放下了 弟兄姊妹当我们放下 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神 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神 我们才能够经历大大的得胜 我们才能够经历大大的得胜 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九章的一到二节 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九章的一至二节 他就说十二月乃是亚达月的十三日 他说十二月乃是亚达月十三日 王的御旨将要举行 王的御旨将要举行 这一天原本是等候被杀的日子 这一日原本是等候被杀的日子 是哈曼要来灭尤大族的日子 是哈曼要灭尤大族的日子 可是刚刚我们都看过那个故事了 刚才我们都看到那个故事了 这时候变成什么呢 这个时候变成什么呢 是尤大人的仇敌 他本来是盼望挟制尤大人的日子 本来是尤大人的仇敌是盼望挟制他们的日子 可是这个日子变成尤大人反倒挟制恨他们的人 但是变成尤大人反倒挟制恨他们的人 尤大人在亚哈瑟罗王各省的城里面聚集 尤大人在亚哈瑟罗王各省的城里面 他下手击杀要害他们的人 下手击杀要害他们的人 圣经说无人能抵挡 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这个是尤大民族的反败为圣 这是尤大民族的反败为圣 逆转圣 逆转圣 我们说是大大得圣 我们说是大大得圣 怎么说呢 第一本来要挂莫迪戒的木架 变成把哈曼挂在上面 第一本来要挂木底的木架 结果将哈曼挂在上面 而且不只是一个哈曼 乃是哈曼的种子 他所有儿子都被挂在木架上 而且不止哈曼 哈曼的种子都挂在木架上 仇敌的权势是完全的死透 包括他的后裔 包括他的后裔 而且原本他们是要被掠夺的 而且原本他们是被掠夺的 他们所有的财物都要被掠夺 他们所有的财物都要被掠夺 所以他们能抢 但是他们不抢夺 他们能够抢 但是他们不去抢夺 他们不只不抢夺 他们不单止不抢夺 他们还在普洱节这个日子里面 他们去馈送礼物 他们还在普洱节这个日子 去馈送礼物 他们还周济穷人 他们还周济穷人 他们不只不抢 而且他们给 他们不单止不抢 他们还要给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不只从分别善恶树大大的得胜 而且能够把生命树的生命 扬出去 不单止在分别善恶树那里 大大的得胜 还可以将生命树扬出去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的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的生命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个生命 过去四十天的禁食祷告 过去四十天的禁食祷告 我们赢得反败为圣的恩膏 我们赢得反败为圣的恩膏 在礼拜二的时候 3月10号那一天 我们禁食祷告完毕 我们在月术祷告会里面 在3月10号星期二月术祷告会里面 我们禁食结束 我们领受了那个反败为圣的恩膏 我们领受了那个反败为圣的恩膏 再来要做什么呢 接着要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为列国祷告 接下去就要为列国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族人祷告 我们要为列国祷告 我们为列国祷告 我们必要经历反败为圣 我们必要经历反败为圣 因为接下来末后的世代 因为接下来末后的世代 灾难会不会停止 不会的 他会一波又一波 而且越来越厉害 他会一波又一波 而且越来越厉害 敌基督的权势会不会消弱 敌基督的权势会不会消灭 不会的 他会越来越嚣张 神的百姓当如何 神的百姓当如何 神的百姓自卑在神的面前 放下自己的恐惧 放下自己的恐惧 自己属人的所有的性情 自己属人的所有的性情 说主啊我渴慕你的性情 我渴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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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卑渴慕 我们自卑渴慕 我们必要大大的逆转圣 Amen 我们必要大大的逆转圣 Amen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Hallelujah 感谢主神在我们教会动工 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动工 接下来我要把声音交给两个男人 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两个男人 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 他要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 大家好我是教会同工B仔 大家好我是教会同工B仔 我是耀姬腕庭的门徒 我是耀基远庭的门徒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 由小到大在教会长大 所以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毕业后我也很理所当然地来到教会服侍 毕业之后我理所当然地来到教会服侍 跟妈妈一样当立位人 跟妈妈一样当立位人 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这种木二代 都好像很属灵一样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这种木二代是非常熟灵 常常都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第一位 常常会将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正因为我很清楚知道神爱我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神爱我 我知道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我知道神给我很多恩典 我开始对罪没有了警戒心 我开始对罪没有了警戒心 师母形容我有一种野性 师母形容我有一种野性 而且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得到 我就是这样一边服侍 然后一边慢慢地接受罪在我生命当中 我就是这样一边服侍 一边接受罪在我的生命中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我的底线越来越低 甚至可能偶尔我会放纵自己 会约朋友出去喝酒 甚至偶尔我会放纵自己 约朋友去喝酒 记得在今年一月底的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时候 记得今年一月底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因为太太怀孕 同时我又要搬家 然后太太就回了娘家 因为太太怀孕 我们要搬家 所以太太回了娘家 而我就租了酒店一个晚上 我就租了酒店这个晚上 在Friday night结束之后 在Friday night结束之后 我约了一帮敬拜队来到我的房间 喝酒吃炸鸡 我约了一帮敬拜队 在房间里面喝酒吃炸鸡 我们越喝越多 我们越喝越多 越玩越晚 越玩越晚 有些人甚至凌晨才离开 甚至有些人凌晨才离开 有些人没有回家 有些人没有回家 我不单单不顾他们的安全 我不单单不顾他们的安全 我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的老婆 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的老婆 当这件事爆发被牧师师母知道之后 当这件事爆发 让牧师师母知道 他们约见我 他们约见我 然后很严厉地责骂我 他们很严厉地责骂我 我刚开始是很反弹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会反弹 我觉得年轻人喝喝酒玩玩 其实也没什么 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没有必要这样吧 有没有必要这样吧 汉牧师师母谈完话之后 和牧师师母谈完之后 我心中很不愤 我心里面很不愤 之后的好几天我都一直在想 不如我辞职不做了 反正我的野性也不太适合当同工 就算了吧 反正我的野性也不适合当同工 不如算数吧 然后因为师母就是要我去城岛 去反省自己的缘故 因为师母要求我去神土 去反省自己的缘故 那我就去城岛了 我就去到神土 那刚开始我也是觉得 我交差我去吧 一开始我就觉得 我交差我去吧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神在这两天的城岛对我说话 但是没有想过神在那两天的神土里面 神说你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神让我看见不仅我是一个愚昧人 神让我看见不仅我是愚昧人 我还是那自以为聪明的人 我还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连愚昧人都比我更加有指望 连愚昧人都比我更加有指望 我以为我有洞可以躲藏 我以为我有洞可以躲藏 以为没有人知道我的自以为事 我以为没有人知道我的自以为事 就这样堕入在罪的里面 还影响了跟着我的一般年轻人 甚至影响了跟随我的一般年轻人 当下我的眼睛的铃片好像突然就脱落了一样 当下我眼睛的铃片好像突然间月亮 我开始看见我没有看中自己的位分 我开始看见我没有看重自己的位分 不仅没有和罪划清界线 不仅没有和罪划清界线 甚至我带着一般年轻人去犯罪 甚至我带着一般年轻人去犯罪 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无地自容 现在是青年步道的时代 现在是青年步道的时代 我表面在台上很火热服侍神 我表面上在台上火热的服侍神 但私底下的我却充满着黑暗 但是私底下的我充满黑暗 我看清服侍 看清立位人的身份 我看清服侍 看清立位人的身份 我更加看清罪 我更加看清罪 身为立位人 身为立位人 身为小组长 身为小组长 甚至快要当爸爸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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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如此的悲逆 但他是这么拼忆 但我真的很谢谢牧师师母爱我 但我多谢牧师师母爱我 从来没有放弃我 从来没有放弃我 谢谢你们重重地责备我 因为你们对我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里的爱情 因为你们对我当面的责备 强于背地的爱情 也因着你们骂我 才把我从这个混沌的状态拉出来 因为你们骂我 我却可以从混沌的状态里拉出来 让我看到自己的错 看到自己的罪 让我见到自己的错 见到自己的罪 牧师师母很鼓励我公开认罪 牧师师母鼓励我公开认罪 所以我在小组和同工会 我也公开地来到认罪 我在自己小组和同工会都公开认罪 当我认罪之后 当我认罪之后 我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跟亲神 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散 不单单是这样 神更加一步一步开启我 不单单是这样 神更加一步一步开启我 让我看见我生命更深的黑暗 让我看到我生命更深的黑暗 其实从小到大我的满足感 常常都是建立在可能金钱上面 其实从小到大我的满足感 常常都是建立在金钱上面 以至于我非常地依靠自己 以至于我常常依靠自己 我常常觉得我要去投资 我要去做更多的事情 用自己的力量来养家 我常常觉得我要投资 用自己的力量去养家 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但是我不相信神的供应 不相信神的信实 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但是我不相信神的供应 当我认罪的时候 神开始调整我的眼光 当我认罪的时候 神开始调整我的眼光 甚至我有勇气去停掉我所有的投资 甚至我有勇气去停掉我所有的投资 我决定不再依靠世界 我决定不依靠世界 我要完全地依靠神 完全地相信神 我要完全地依靠神 相信神 我要更多放下自己来让神掌管我的生命 我要更多地放下自己让神掌管我的生命 因为我知道我的满足感是从神而来 因为我知道我的满足感从神而来 神供应一切我所需要的 神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 神也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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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感谢神赐我一个很好的老婆 我也感谢神赐我一个很好的老婆 她怀孕然后身体非常不舒服 可是我人生她很不舒服 但是她依然不断地为我祷告 但是她依然不断地为我祷告 帮助我支持我 帮助我支持我 也谢谢太太原谅我接纳我 多谢太太原谅我接纳我 我们都一致地觉得 现在我们两个的关系 比拍拖的时候更加亲密 我们一致都觉得 我们现在两个的关系 比拍拖的时候更加亲密 最后我也感谢牧师师母 用你的壮志我 多谢你乐意撞击我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们用心良苦 我知道这些都是你们用心良苦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彼姐很勇敢 他生命很大的突破 他生命很大的突破 我叫巴嫂 神我叫巴嫂 是教会的同工 也是牧师师母G12的族长 也是牧师师母G12的门徒 主长 我想分享一个 在这个禁食 四十日禁食土里面 一个生命的突破 我想分享在这四四天的禁食里面 生命的一个突破 其实我在二十六年前 在加拿大的时候 牧师师母带领我信主 二十六年前在加拿大 牧师师母带我信主 2004年的时候 我一家回到香港服侍 2004年的时候 就呼召我们一家人 回来香港服侍 牧师师母很信任我 牧师师母很信任我 他给我不同的岗位的尝试 他让我尝试不同的岗位 但是我都会遇到困难 但是我都遇到困难 因为我生命里面 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生命里面 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意 和兴奥的人 我是一个很自意 加骄傲的人 其实我很想改这个性格 其实我很想改这样的性格 我都会公开认罪 去反省 我也会公开认罪 也反省 我印象深刻的一次 在长洲去反省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在长洲反省 那晚雷电交加 一个雷匹路 我住那个家屋里面 那天晚上雷电交加 有一个雷就披到我住的房子 全家屋停电 整个房子都停电 那次经历是很深刻 那一次的经历很深刻 我以为那一次 我就能够去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翻转 我以为那一次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但很快又顾太覆盟 但是很快 我又顾太覆盟 发现我的反省 是很浅层的 原来我的反省是很浅层的 好像很难进入 很深的反省在里面 好像很难进入很深的反省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要我生命反转 应该要比雷匹更厉害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我生命翻转 应该比雷匹更大的力量才可以 但是神真的很奇妙 但是神真的很奇妙 神借着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给我的生命很大的翻转 给我的生命很大的翻转 事源就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一 那时是同工的休息 那天同工休息 穆斯师母就约了我 和同工一起出外 那穆斯师母就约了我 和其他同工一起外出 我那天很早就起床 跟我爸去我爸妈喝茶 那天早上我很早就起床 跟我爸妈去喝茶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模式 我会喝完茶之后就去买菜 那天就特别早 喝完茶买完菜了 然后就赶回家 回到家的停车场 看到有一个免费的位置 回到家里停车场上 就发现有免费的停车位置 刚刚那台车就开出去 我就开着牧师的车去等位置 我终于停在那里了 我终于停在那里了 但是又很急要去洗手间 但是又很急要去厕所 那我立即走回家 那我就跑回家里 然后就见到穆斯师母 然后就见到穆斯师母 师母见到我第一句 这样跟我说 师母见到我第一句就跟我说 你去哪里 迟到了 你去哪里啊 你迟到了 那我就说我去厕所了 那我就走了 那我就说我去厕所 那我就走了 但是一边走一边觉得 有点不顺气 但是一直走 在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 你说我迟到 因为跟你拍车而已 你说我知道 是因为我帮你停车 我里面那种自意就出来了 我里面的自意就跑出来了 那我拍车的时候 我叫了工人 把我买的菜 车回到家 那我停车的时候 我就见到他们家 用人把我买的菜 就拿回家 谁知道上到车的时候 师母就是说那些菜 那上到车的时候 师母就讲刚刚买的菜 为什么你买那么多菜 连招待客人那间小白屋 都装了你的菜 连招待客人的小白屋 都让你的菜占满了 我里面有些 哇 我这么好 我不用帮人搬东西 你知道我是好人来的 哇 你知道 我是好人来的 我都不用家用去搬东西 我不用去街市买菜 以后不用他去菜市场买菜 跟着师母就说 然后师母就说 为什么买了两排鸡蛋 六十只鸡蛋 六十个鸡蛋 你怎么吃啊 怎么吃 跟着我就说 工人叫我买的 我就说用人要我买的 跟着牧师就忍不住了 牧师就忍不住了 你是不是搞错 连工人你都推卸责任 哇 你有没有搞错 你连用人你都推卸责任给他 跟着我就和他理论 真的的 电话里面写了 是工人叫我买这些东西的 那我就跟他理论了 我把手机拿出来 说你看这是用人让我买的 跟着牧师就说 你这样推卸责任 你不可以做一个领袖 牧师就说 你这样推卸责任 你不可以做一个领袖 哇 那时候我就很生气 那时候我很生气 就不出声 我就不说话 因为我里面想 我心里想 买多盒鸡蛋 就没有领袖 只是多买了一排鸡蛋 就不能做领袖 那刚刚去到同工那里 同工就上车 那刚刚需要同工那里 同工就上车 我们再没有谈到了 我们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核心去开会的时候 第二天核心开会的时候 第二天核心开会的时候 牧师师母提出 将我转部门 牧师师母就提出 让我转部门 那我就收到他的信息 那我就收到了这个信息 那我就收到了这个信息 我更生气 买多盒鸡蛋 就转部门 只是多买了一排鸡蛋 就要转部门 我就很不得了 我不行了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为家人买菜 我只是为家里人买菜而已 我做什么都是为人 我做什么都是为别人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呢 你干嘛这样对我 我就开始里面有志意出来 我里面的志意就跑出来 然后我就开始用我所谓的真理合理化 然后我就用我所谓的真理把它合理化 我是一个义人 我是一个义人 唯意受逼迫 唯意受逼迫 所以我就 OK了 OK了 这星期三晚我太太 Ruby 谁知道星期三晚上我太太Ruby 她就 刚刚在Zoom开完小组的时候 Zoom差不多开完小组的时候 她说你跟组员讲一下 她就说你跟组员讲一讲 那时候我是翻腾着 那时候我的心里很翻腾 所以我就跟组员这样说 我就跟组员这样说 我最近掉了部门 我最近掉了部门 神真是听祷告的 神真是听祷告 这个都是出于神的 这是出于神的 那师母又有 Ruby又忍不住了 Ruby就忍不住了 就用刚刚那个真言26篇 就是用刚刚那个真言26篇 自以为聪明的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 愚意人比你更好 愚意人比你更好 我说你讲我 我里面想你讲我 我心想你在讲我吗 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发作 那天晚上我就发作了 那我就好像张显那样说她 我就很大声地说她 那其实一般我的pattern 说她的时候 她就开始不出声了 一般的pattern就是我说她之后 她就会不出声了 然后过了一天第二天我就拍拍她 对不起了 然后过了一天第二天我就拍拍她 她说对不起了 对不起 然后就好像过去了 然后就好像没事发生了一样 但是这一次Ruby 我真的要赞她 但是这一次Ruby 我真的要称赞她 其实她是很害怕的 其实她很怕 她仍然对着我说 她仍然对着我说 就是跟我说 你不可以这样 她说你不可以这样 我就说 你有没有看到一盒鸡蛋 我说你有没有看见 只是一排鸡蛋 我做了那么多事 你不可以在我立场看东西吗 你不可以站在我的立场看吗 你不可以站在牧师师母立场呢 为什么你要站在牧师师母的立场呢 她说牧师师母不是在说鸡蛋 是在说你的Leadership 她说 师母不是讲你的鸡蛋 是讲你的Leadership 我就不住讲鸡蛋 然后就不停地讲鸡蛋 但是她就不停地坚持 然后她就不停地坚持 帮助我 帮助我 她说最后那个鸡蛋 被打败了 最后被打败了 我开始更深地反省 我开始更深地反省 为什么我每次这样的情况 我要去解释呢 为什么每次这样的情况 我就去解释呢 开始甚至跟别人争论 甚至跟别人争论 甚至推卸责任 甚至推卸责任 目的告诉我 其实我出发点好的 目的就是告诉别人 我的出发点很好 我开始看到一个曙光 我经常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我经常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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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件事情 我可以说是跟我家族有关 这样的东西是跟我家族有关的 我爸爸很小就跟我说 我们是一个中良之后 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就跟我说 我们是中良之后 我姓郭 他就说我们是郭子怡的后代 姓郭的 他就说我们是郭子怡的后代 我深刻我们是好人来的 所以我们是好人来的 然后我开始通了 然后我就突然通了 耶稣帮不到我 耶稣帮不到我 帮不到我 因为耶稣是救罪人的 因为耶稣是救罪人的 不是救义人的 不是救义人的 我经常站在义人的角度里面 我整天站在义人的角度 所以我看不到东西 所以我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开始承认了 我就开始承认了 开始我看到我一个懒好人了 开始看到我这个烂好人 开始我就开始从鸡蛋看到我的leadership 我就开始从鸡蛋看到我的leadership 我就开始 我看到我里面那种的 那种的 骄傲质疑 我就看到我里面那个骄傲和质疑 很恨憎 很令人讨厌 然后第二天 刚刚这个是早餐同工会 刚刚好是家庭同工早餐会 牧师师母突然有感动 要去认罪 牧师师母突然有感动要认罪 他们带头认罪 他们带头认罪 我就第一个走出来去认罪 我就第一个走出去认罪 当我认罪的时候 当我认罪的时候 好像那些轮扁不断下来 就好像鳞片就是掉下来 我看到我很多很深的同工 同家人 同牧师师母的互动 我看到我跟同工 跟家里人跟牧师师母的互动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我就不住的反省 其实我的性格 伤害了很多同工 其中一个最经典应该是见识牧师 其中一个最经典的应该是见识牧师 如果大家记得 在那次直播全球灵量堂 就是我们分堂直播的里面 大家记得我们上一次 全球的分堂直播的那一次 见识牧师要分享一下疫情的进度 见识牧师要分享疫情的进度 那他要做一个PPR 他要做一个PPR 他已经有PowerPoint了 只要转变Format就可以了 他已经有那个PPT了 把那个Format转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告奋勇地给他做 但是我就自告奋勇地给他做 做着看见一个中国地图 坐着坐着发现了一个中国地图 我觉得见识牧师这个不是很update的 我就觉得见识牧师这个不是最新的 我把最update的给他 我把最update的给他 把那个图改了 如果大家记得那天 他讲到那个图的时候 突然间好像 不是这个图 大家如果记得 那天讲到那个图的时候 不是这个图 是不是错了 我要那个图 是不是错了 我要的是另一个图 那个图没有的 因为我已经把它delete了 那个图没有 因为我已经把它delete了 所以他整个 因为他一张一张这样去讲 它是一张一张铺排地讲 就好像方寸大乱那样 然后就方寸大乱的一样 好 然后我就跟见识牧师说 然后之后我就跟见识牧师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见识牧师跟我说 你很离谱 见识牧师就说你很离谱 不算了 不过就算了 然后我就说 那好 下次我不跟你做了 那我就说 下次不给你做了 我做为你好而已 我都是为你好帮你做 但是那一刻我终于看到 但是那一刻我终于看清了 其实真的 见识在台上是很 好像现在这样 我面对这么多人 见识牧师在台上面 他面对那么多人 突然间失去方寸 不是他的错 是我将他改了他的图 不是他的错 而是我改了他的图 这个是我的骄傲 这是我的骄傲 所以我就后来 在族长群组我跟他道歉 后来我在族长群组跟他道歉 我在那里公开向他道歉 我写了一篇公开向他道歉 我觉得很亏欠他 我觉得很亏欠他 其实见识牧师常常都想帮我 见识牧师常常想帮我 最后来只有一句回回我 就说你很奇怪 最后都是用一句话结尾 说你很奇怪 我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很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很惊慌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所以我深深地向他道歉 最后来我跟他 可以叫做好好的和好 然后我们就很好的和好了 跟他一起来一个好好的午餐 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午餐 那几天我一直反省自己 接下去的几天 我也一直地反省自己 我想到跟牧师师母的关系 我想跟 我回想到跟牧师师母的关系 很多谢他们 我很感谢他们 是他带我信主 带我全家信主 是他们带我信主 带我全家信主 我和太太能够来到教会 是因为他们 我跟太太能来到教会 是因为他们 因为他救了我全家 可以说他们救了我们全家 因为我那时候 刚刚结了分母多久 我回到香港做事 因为那个时候 刚刚结婚不多久 我就回到香港做事 加拿大找不到工 在加拿大我找不到工作 但是在香港我 我做的工作很成功 但是在香港工作 我就很成功 很多诱惑 很多诱惑 他们说你回来了巴嫂 不要留在香港 他们说回来了巴嫂 你不要留在香港 最后我真的回到加拿大 我后来真的回去了加拿大 如果我没有回加拿大 我相信我没有这个家庭 如果我那个时候 没有回加拿大 我相信我的家已经没有了 他一直帮助我 他们一直帮助我 所以我一直想到 我就开始写一边写一边写 将所有的东西写出来 所以我想到了 我就一直写一边写 把所有东西都写出来 牧师师母常常都叫我 不要看鸡蛋 看自己的生命 看其他的东西 但是牧师师母教我 不要整天看鸡蛋 还是看我生命里面的那个 我只看一些 我觉得 我很自意 很骄傲的东西 但是我整天看的就是 我很自意 很骄傲的东西 我不听 我不能够谦卑 我不能够谦卑 那一刻好像轮片掉了 我开始立刻感恩 那个鸡蛋掉下来之后 就马上感恩 我最感恩 我看到我太太 我最感恩的就是 我看到我的太太 我后来跟她结婚到今天 我想到我跟她结婚到今天 应该说 跟她认识到今天 应该讲是 从认识她到今天 我从很多东西 没有跟她讲过 我有很多东西 没有跟她讲过 很多感恩没有讲过 所以我又写一篇 给我太太 所以我又写了一篇 给太太 她是我的伯乐 她是我的伯乐 她很欣赏我 只有她欣赏我 其实我伤害了很多 只有我对她的伤害很多 我相信在座 没有一个坐我的车 经历撞这么多次车的 我相信在座 没有任何一个人 像她坐我的车 有一次差不多 把她飞出车外面 有一次开车 把她飞到车外面 她今天还坐在我旁边 她今天还坐在我旁边 坐我的车 支持我 帮助我 所以我把我的经历 写了出来 所以我把我跟她的经历 写出来 其实我生命里面 我觉得这一次 神让我看到很深很深 我觉得这一次 神让我看到我生命里面很深很深 我继续去反省 我继续去反省 我觉得在这个禁食的期间 我觉得在这个近时期间 神给我一个反败为圣的经历 神给我一个反败为圣的经历 叫我生命能够翻转 叫我生命能够翻转 是神的荣耀 荣耀归给我们的一生 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带着我的孩子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 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 一切都是神赏赐 我带着我的孩子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来跪下 我们就跪下 大家可以跪前一点 大家到前面一点 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 我带着我的孩子 我带着我的孩子 到你面前 来到你面前 代表我们自己 代表我自己 代表我自己 代表我们 代表所有人 代表所有人 特别是男人 向你来认罪祈祷 向你来认罪祷告 主耶,我们真是自以为有智慧 走自己觉得对的路 走自己觉得对的路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 来看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 做判断 而不是从你的眼光 主耶,我们很骄傲 主耶,我们很骄傲 主耶,我们真的是愿下 很骄傲 很骄傲 你按你的形象做了我们 你按你的形象造了我们 但是我们活不出你的形象 我们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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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骄傲 很骄傲 又自以为意 我们不能从你的眼光 你的真理来看事情 我们真的欲缺了你的荣耀 我们真的欲缺了你的荣耀 我们没有你的形象 我们很骄傲 主耶,我们真的很自我 我也是很自我 自怜 又在自己的恐惧里面 活在自己的恐惧里面 走不出来 又觉得自己是好人 又觉得自己是好人 主耶,我里面很黑暗 今天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赦免我们所有的男人 赦免我们的虚假 自以为是 自以为意 常常只想讲自己的事 不想听别人的事 想走自己的路 而不是走你的路 主耶,我今天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们的里面的怒气 赦免我们的里面的怒气 主耶,我真的在你面前抬不起头 真的在你面前抬不起头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赦免我所有的儿女 赦免我所有的儿女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Amen 主耶稣 主耶稣 我在你面前做一次承认 孩子是一个自以的人 孩子是一个不听的人 只是喜欢听自己要听的人 只是要别人听我说 不听别人去说 很固执,很血气 因为 我不懂得珍惜我身边 对我好的人 神,你给我这些人在我生命里面 我应该是感恩 我太太 我师母 我的儿女 我的童工 将我好像盲的一样 常常去勤免 负面 没有好好珍惜这些人 神,我感谢你 让我能够看到 看到他们 在我生命里面 何等的梦幅 令我生命 能够有很多 很多的祝福 向他们而来 主,我感谢你 主,我感谢你 主,你承认我的 骄傲 我的骄傲 又常常致念 又觉得很委屈 就是这些 这些情绪的 甚至可以跟着 情绪的掌控 主,我求你 饶恕孩子 主,孩子就是 充满着血气 主,孩子就是 五倍,五倍的 服侍 因为我真的里面 是好血气 没有犯法 承载你那个 公义 你的圣洁 主,我求你饶恕我 饶恕我 我常常去言语去 说负面的说话 没有说感应的说话 主,你帮助我 离开这些负面 和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感应 主,你饶恕我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是一个义人 我是一个大大的罪人 主,你帮助我 你真的帮助我 帮助我从这个心冤里走出来 主,你饶恕我 饶恕我 饶恕我所犯的 其罪 感谢耶稣 主,我还是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还是求你来赦免我 主,我是一个里面充满世界的人 我贪爱世界 主,我常常我都以世界为我的满足感 我以我得到什么来到满足自己的心 主,我不懂得来到亲近你 不懂得来到依靠你 主,我从小到大 你给孩子很多很多的恩典 但是主,我依然玩更悖逆 我靠自己的力量多过于依靠你 神啊,求你亲自的帮助我 你赦免我的罪 主啊,你赦免我 赦免我的骄傲 赦免我有一个很固执的心 很多时候很多的 很多的人在我身边提醒我 我的太太提醒我 但是主啊,我都不听 我觉得我要依靠自己的 我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到行事 你赦免我 主啊,我向你承认 我生命中很多的自以为是 很多用自己的方法 很多的血气 主啊,你来帮助我 去除一切这一切的黑暗 主啊,还是来到你面前 向你承认 我犯罪得罪你 你亲自来到赦免我 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从这一个黑暗中走出来 主啊,你也赦免我 没有做好年轻人的榜样 在教会中,在敬拜队当中 我是一个leader 但是主啊,我却带着他们走向黑暗 我却带着他们做不合你心意的事情 主啊,你赦免我 没有成为他们的头 没有成为他们的榜样 主啊,你帮助孩子 你赦免我 让我能够 站在真理的当中 能够为你来到坚定的站立 不被这一切的罪来到诱惑 主啊,你帮助孩子 主啊,在你面前 承认我,我只是一个 我一个很无节制的人 我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我更加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容许我的自卑成为我的头 我容许自卑成为我唯一的私有方式 当我每一次做错事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自己不好 我原本就不好 我就在这里自恋 其实是我懒 我不想改,我不懂 我只会告诉你们 我不懂改,我不懂做 我只是一个很懒的人 不愿意去进步 甚至我放纵我自己的情欲 我将我身体的感觉 放在一切之上 主啊,我真的 我不是一个 我没有好好控制性 我身体的主人 而是身体是我的主 每当皮肤敏感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没办法的 我不相信你 我对自己没有坏 遭 announce我 我控制不到我自己 我跟我自己说我做不到 但是神你创造我 不是这样,但我不相信 我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做不到 神你一支有一支跟我说我 我可以带我给你移满在自卑里面 我自己是一個有懶有惡的仆人 主要說你捨臉 我就是不懂得去聽 我只是想說自己想說的話 想要別人明白 但是他不懂得你去聆聽 不懂得你整下來 仿眾自己就是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走去哪裡就去哪裡 甚至連思想我也沒有好好的設計 榮耀我腦袋都沒有思念想 他沒有我這樣定精在你裡面 主大女的 你永遠有很多恩典去代我 讓我全活 主我就是無知 我只是給你恩典活你的罪 主求你捨臉我 主我承認我是一個很飲聖很滿意的人 在認識你的日子 一直都任性本意 放縱 無論你多愛我 無論你多愛我 我都覺得你好像對我不好 甚至乎覺得你整理我 甚至乎覺得你整理我 主我真的這麼自義 這麼驕傲 主我的任性 我的自義 我的驕傲 令我犯了很大的錯 我 主你愛我 你救我 來到611 你藉著牧師師母 拯救我一家 我不單止沒有很感恩 很感激你 很感激牧師師母 想法在我裏面 有很多的增強、疾度、比較 上上只是看到我沒有的東西 每天回家 我都抬起 就帶著很多不滿 甚至乎憤怒的情緒 在我的眼光 我只是看到 很多我沒有的東西 我看不到神,你很愛我一家 我每天都鬧情緒 我不是一個好的爸爸 我不能夠成為一個好的榜樣 讓我孩子看到 認識你是無福的 我只是讓他看到 認識你、跟隨你 好像一個咒座一樣 在他內心 他覺得身體是不好的 在他內心 他不願意跟隨你 他覺得 跟隨你的道路 是一個愚蠢的行為 我不知不覺 我把孩子帶到邊緣 甚至活絕望 在他內充滿著很多憤怒 這一切都是我的造成 主 不單止這樣 在我心裡 我覺得自己 好像已經做得很好 表演得很好 當我看到拳兵對我不滿的時候 我心裡就有很多很多的憤怒 甚至乎會頂撞牧師師母 我不信任他們的愛 就算牧師師母 他為我這個家庭 付出了很多很多 不斷來鼓勵我 但我選擇 自以為是 驕傲自大 相信自己想的事情 不斷傷害牧師師母 不斷傷害我的權兵 傷害他的部長 回到教會 經常都屈屈不歡 主啊 我真是一個罪人 我真是一個罪人 主多謝你憐憫 多謝你憐憐 你拯救我的兒子 在絕望裡面 你拯救我的兒子 讓他可以回到你身邊 主 在我們敬拜的時候 我們所有弟兄姊妹 包括我們在線上 屏幕前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切都開口 向神來承認我們的罪 承認我們的過法 主啊 求你開恩可憐我們每一個罪人 可憐我這個罪人 你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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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你永遠 身邊只要求 仁盡為你 我等好也很晚 我心得好 我也很晚 仁在你永遠 身邊只要求 仁盡為你 我等好也很晚 仁在我心得好 我也很晚 仁在你身邊 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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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在你身邊 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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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在你身邊 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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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在你身邊 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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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傻眼盡地看見 情依暗殿和疼感見 我醉意的身邊 前往是喪 情被尋規 下眼盡地看見 如是恩典 使我輕微 是恩典的安慰 初心之心 其痛恨恨 真是何德報徽 喜利恩典 何德恩典 我醉意的身邊 前往是喪 情依暗殿和疼感見 情依暗殿和疼感見 全忘是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认罪 我们愿意归向神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领受圣餐 我们与神一同立约 在圣上的弟兄姊妹 你都在你的家里自己预备个饼和杯 在圣上崇拜的弟兄姊妹 我请你在家里也预备饼和杯 圣经以色列记第三章第二节 圣经以色列记第三章第二节 在朝门的一切神仆都跪拜哈曼 因为王如此吩咐 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 在朝门的一切神仆都跪拜哈曼 因为王如此吩咐 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 第十章 最后两节经文 最后的两节经文 阿哈徐老王 他以权并能力所行的 并他台举没底改 使他高升的事 岂不都舍在 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 犹大人没底改 作阿哈徐老王的宰相 在犹大人终为大 得他终帝兄的喜悦 为本族的人求好处 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阿哈徐老王 以权并能力所行的 并他台举莫底改 使他高升的事 岂不都写在 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 犹大人莫底改 作阿哈徐老王的宰相 在犹大人终为大 得他众弟兄的喜悦 为本族的人求好处 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在整个以诗帖记里面 目底改是预表耶稣基督 莫底改是预表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对哈曼 迫贵不败 他为什么可以对哈曼 不贵不败 因为哈曼预表撒旦 基督来到地上 是要胜过撒旦 基督来到地上 要胜过撒旦 救赎他的子民 以诗帖是预表教会 以诗帖是预表教会 我们最后看到基督得胜 最后我们看到基督得胜 其实目底改得胜 就是莫底改得胜 犹大人反败为胜 犹大人反败为胜 因为有基督 因为有基督 因为有莫底改 最后目底改被高升 最后莫底改被高升 基督他为我们舍生 舍弃生命救赎我们之后 他都被神升为至高 基督为我们舍生救赎之后 他也被神升为至高 在旧约的目底改 圣经就记载 目底改他被阿哈徐老王提升 在旧约目底改 他就被记载 是亚哈水老王使他高升 阿哈徐老王抬举目底改 使他高升 亚哈水老王抬举目底改 使他高升 目底改为众有大人求好处 目底改为众有大人求好处 说和平的话 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 为我们舍生流血 他为我们舍生流血 他救赎我们 为我们牺牲自己 为我们牺牲自己 然后他被神大大的提升 然后他被神大大的提升 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拿起饼来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所剥开的 你们以后要如此行为的是祭奠我 犯后主耶稣基督照样拿起杯来 犯后主耶稣基督照样拿起杯来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 为你们所立于你们所立的约 是为众人流出来的 叫你们的罪得赦免 叫你们罪得赦免 你们以后要如此行为的事 祭奠我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生 为我们流血 救赎我们 他死后第三天复活 他死后第三天复活 被神升为至高 被神升为至高 今天他坐在至高的宝座上 今天他坐在至高的宝座上 在天上掌管一切 在天上掌管一切 虽然香港甚至全地都遭遇 现在新型肺炎的疫情 虽然香港和全地都遭受 这个新型肺炎的攻击 我们宣告耶稣基督仍然掌权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掌权 他的保血大有功效 他的保血大有功效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买熟了我们 我们属于耶稣 我们属于耶稣 仇敌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仇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当我们领受这个身体和保血 当我们领受他的身体的保血 我们是与子与药 我们是与子立约 与基督立约 与基督立约 愿意好像末底改 好像以斯帖一生跟随耶稣 愿意像末底改 像以斯帖一样 一生跟随耶稣 跟随神 跟随神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环境如何 我们都跟随他 我们都跟随他 无论在疫境当中 无论是在疫境 疫境过后 疫境过后 在经济困难当中 在经济困难当中 我们都在我们的家 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地区里面 我们都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城市 地区 跟随神 跟随神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因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 救赏我们 因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 救赎我们 我们得着平安 我们得着平安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我们属于耶稣的 一切的病毒远离我们 一切病毒远离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大家一起领受这个病和身体 请弟兄姊妹 和线上的朋友 跟着我们祈祷 请弟兄姊妹 和线上的朋友 跟着我做祷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 宣告 无论什么的处境 无论怎么样的处境 我要跟随神 我要跟随神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立约 我奉耶稣的名 求主随听 求主随听 Amen Amen 多谢神 我们请族长都到台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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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度已经大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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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曉莉 Friends Неch разб content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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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奉基督人民宣告 基督已经得胜 阿弥陀佛 我们每个人已经得胜 教会已经得胜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基督掌权 基督掌权 基督仍然掌权 一切的病毒远离我们 任何的病毒远离我们 一切的病毒从地上全地消失 一切的病毒在全地上消失 新型肺炎这个病毒 立刻的推去 新型肺炎这个病毒立刻退去 基督已经救赎全地 神祢救赎全地 全地以蒙救赎 全地以蒙救赎 主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 主祢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 与全地的所有基督徒同在 与全地的所有基督徒同在 与全地所有的人同在 与全地的人所有人同在 我奉耶稣基督命宣告 以人必恩信得圣 奉耶稣基督命宣告 以人必应信得圣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神施恩给你怜悯你 神施恩给你怜悯你 基督的救赎与你 基督的救赎临到你 神的平安在你里面 基督已经救赎你 基督已经救赎你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大有能力地跟随神 大有能力地跟随神 神赐给你平安的道路 神赐你平安的道路 反败为圣的恩高 反败为圣的恩高 临到你 无论你在病患当中 我们在病患当中 无论你在病患当中 无论你在病患当中 在困局里面 耶和华神都拯救你 耶和华神都拯救你 祝福给你 赐你平安 祝福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祝福你 哈利路亚 多谢主 如果在线上的朋友 你愿意相信耶稣 你要来相信耶稣 我邀请你现在跟着我来祈祷 接受耶稣 你把手放在心上 亲爱主 我愿意相信你 跟随你 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将永生赏赐给我 将永生赏赐给我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祝福你 祝福你 多谢神 感谢神 我们再会停在这里 祝福大家